比如在德云社这15年时间 你跟04年的余谦变化大吗 应该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可能到06年07年 那个阶段的变化大 什么变化呢 因为你承受不住你的所谓的名望 突然的成功的到来 突然的到来 给你的冲击很大 或者怕失去一些东西 对 接不住 我跟你说 咱不说思想变化 那两年人都是浮肿的 我特别清楚这一点 因为后来我看得太明白了 翻过头看 脸都是肿的 到哪坐不住 你说咱们这么踏踏实聊天 不会的 我怎么也得起来 给你倒个茶 我给你拿点水果吧 实际上不能不想表达什么 就是坐不住 很服务 不知道咱们安放那些东西 其实 因为你毕竟干这么多年了 又是个从业者 现在有很多人接受你的东西了 那太美了 太美了 都是这个过程 这东西怎么过去 就是需要时间摸 你 那个时候想得多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要怎么样 我该怎么样 或者我应该怎么样 才能不被人说什么 才能保证我这个怎么样 那时候想得多 后来慢慢想明白了 这只是一个权衡 一个取说 你在衡量这利弊 这个名声的问题 我就怕他崩塌 我很怕他崩塌 所以造成我现在 就把我应该打造的人设 就是我自己 这个永远崩塌不了 就成事是最好的方式 对 这个永远崩塌不了 但是即使人生做任何事情 都会有 在成事 都会有非常不舒服的时刻 包括上次 咱俩吃羊蝎的时候 聊那个 你说其实你最想的 躲在圣山老林里面 自己呆着 人世间什么是让你那么烦呢 要躲开 躲到那儿去 因为于天对于很多人来讲 还代表一种 非常高级的中国式的 处世哲学 他以一种非常 怎么说 顺畅的方式来应对各种问题 但我相信这种处世 背后有他的内部 有很多紧张的 因为生活不可能没有紧张 这种紧张性到底是什么 我也很好奇 他如何处理这种紧张性 来来来 想做棋手 不想做 真奇果 奇果 摔了两次 给我摔怕了 一下给我摔回来了 他的事是做一个繁育者 危险的事对你来说 你是始终要保持分寸 不跨过去吗 还是说 我很在意 很慎重 干个事 拍脑门就干 但是真正在干的过程当中 对风险 危险性的判断还是有 危险也是很大的诱惑 是的 我这个人我自认为我有一个优点 看什么都能看进去 你当我眼前没有朋友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可以消遣的东西 我就看这个茶杯 我就可以琢磨他 从他里边找到好玩的东西 或者说我感兴趣的东西 长远边上我一牛 我看牛能看三个多小时 就看他所谓反厨 倒叫 所以我没有寂寞的时候 我也不怕一个人待着 你要说在我深山老林里边 给我放个一个月俩月的 介绍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真正三福天也热 但是我老觉得自然环境当中 你享受这个 你也感受四季 对吧 所以这种感受太重要了 对各种事情的感受 所以我突然想 其实这是你人生的 可能最重要的驱动力 寻找各种体验 体会各种经验 对 其实包括说相声 包括拍戏 包括养动物 包括音乐摇滚 这些东西都是愿意尝试 愿意体验 想知道在这个其中是一个什么滋味 你是个体验收集者 你收集各种体验 是吧 我就是 一切刺激的 户外的 这个室内的那些不行 棋牌类的 我都不行 对 那个棋牌类是另一种方式 他们的 那我也特别恐惧的 斗智斗勇的 太累了 太累了 但现在我们的生活就越来越一样 越来越抽象 其实我们的生活 比如你带徒弟 你怎么去训练他们对生活的体验呢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训练不了 这些东西训练不了 一个是性格 个性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相声的所谓的 我觉得艺术的东西 最重要的还是天赋 不是后期 不是努力 那天做一个就是那个脱口秀大会的 认为就是说 以那个题目就是说 你听到的最大的谎言是什么 我说我听到最大谎言 就是告诉孩子 有艺术门类的 告诉孩子 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这是最大的谎言 咱就拿岳云鹏来举例子 扫了那么多年地 搬了那么多年桌子 就突然一下开窍了 人就成了 但是这一下你要来不了 你这一辈子就成不了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天赋了呢 我到现在也没发现 那我们今儿发现发现 追溯一下发现发现 好 再来一次 拍拍马 拍拍小马 他慢慢吸引我 把右手打开一点点 漂亮 nice 我干什么孩子那句话都是凭爱好 嗯 就包括在小时候在胡同 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对这种语言东西特别感兴趣 一直一直就 就首先就是最有感觉的就是相声 那时候听相声就是半导体嘛 嗯 画匣子 嗯 那时候听侯宝林 那时候还是 我小时候侯宝林先生 嗯 嗯 这个这个 马三立 嗯 刘宝瑞 这些老老的先生们 刘宝瑞太逗了 我一会听他了 太幽默 他那个劲怎么来了也不知道 对 然后就是这些 啊 侯宝文先生 嗯 唐桂田 嗯 嗯 啊 就这一番的先生们 正好粉碎四人帮嘛 嗯 嗯 这个 所谓的心相声 嗯 嗯 讽刺一些的 批判一些的 这些东西 心相 对 等于是 中国人突然开始可以相对自由的表达了 对 嗯 对 而且他有话题表达 对 突然想找一个人辈的生活 对 那种感觉 想笑 因为常年不能笑的时候 尤其改革开放了 对 对 跟那个时代情绪特别吻合 对 这个时事造英雄 嗯 所以那个时代出来的名家也比较多 对 那时候会觉得上学就想 我将来会做一个直接的相声演员吗 会想过吗 没有 没有 也是就是玩 对 一直到 一直到我进入 曲团学员班学相声 嗯 我们 这考试很严格的 初试 副试 三试 嗯 集训一周 在世 嗯 然后 学习半年 中试 嗯 那么多到 我一直到半年的时候 啊 我们的一个老先生看 余谦不是这块料 那是打击大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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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你到现在想起来 那个时候 这老师说的 有 对 嗯 就是不行 哈哈 这个摸索了多久摸索到这个窍门了 就是 我学校刚毕业那时候就相声慢慢就进入低谷了 嗯 不像我刚学的时候 对那是最高峰的时候 最高峰的时候 后来慢慢滑坡变成低谷 就整个社会上甚至都没有什么相声 嗯 啊 晚会上也没有这种形式了 大伙都不听了 改革开放后期进入来的这些元素啊 也多了 嗯 嗯 什么流行歌曲啊 那时候综合场嘛 嗯 跳舞啊 唱歌啊 霹雳舞 霹雳舞都是欢迎那时候是吧 啊 就一个人上去就这么扭就这么蹦去 那时候就特别火 哈哈哈哈 但是一报相 马上就下去吧 下去吧 就就这样 嗯 大家伙都寻求那种刺激 这种就慢慢这个没人没人听了 那时候几乎一报相就往下哄 嗯 嗯 啊 那是八十年代末就是那时候 八六年八七年 啊 就这样 几年的时间 对 就顶着这个声音往上走 嗯 那你不想办法 那那那那那 没法活 对啊 怎么克服啊 你当时 那才那时候你十八九嘛 十七八十八九 对 对 嗯 不想办法没法活 那是所以才有什么什么吉他相声 嗯 啊 什么这个这个一唱 这个这个这个为主的那种 那都是那时候出来的 嗯 那你那时候唱什么 说相声 对 什么火唱什么 直接得催剑一无所有上来 对 完全本末倒置 你都想象不到 哈哈哈哈 那时候就是你 就是低了这吉他 上去就不轰你 嗯 你不低了这吉他上去 就下去吧 我就就就就 你还没听我说 那时候你还没听我说 你怎么知道好不好 嗯 我就你就不听 你就让他下去 哎呦 特别难受 心里难受啊 嗯 就被这个现实给给给给给 给那什么 嗯 对 所以人生 您人生第一阶段挺有意思的 在一个潮流 高潮的时候进入了 结果突然潮流没了 对 对 这个那时候作为从业者来讲 是很失落的 嗯 这对性格影响也挺大的吧 应该这种这种 我倒还好啊 嗯 我不痛苦 嗯 嗯 我又 指这个养家户口 不痛苦 那时候就是玩的最欢的那段 嗯 哈哈哈哈 想当初我师爷高洪山先生 他是北京剧团第一任团长 嗯 想当初是彭真 嗯 给的伟人状 电台采访 就说高先生您是怎么从一个 嗯 旧社会的街头艺人 嗯 嗯 发展到现在大的艺术家也好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有名望的演员啊 嗯 这么有本身的 这老头没有文化 嗯 啊 他就说这姑娘 饿呀 太经典了 嗯 太经典了 那个年代的我 吃饭可以解决 嗯 即便没有演出了 就这么忍着的时候 几个哥们学员班的 那时候还吃完饭 喝完酒 把一小餐桌搁在这 自己还说着玩呢 嗯 啊 媳妇给录下 就就还还还还过瘾呢 嗯 不说就不说呗 我自己能说就完了呗 嗯 只是前途暗淡 我到底以后怎么办呢 嗯 这个也是偶尔想一下 对一看动物全没有了 哈哈 这小时候一问 你想长大想干什么 我当科学家 大部分孩子都跟他当科学家 都那样 对 我跟那小时候跟无数人说过 你想干什么 我想当动物饲养 呦 这孩子们想干这个 大人都这话 你知道吗 当饲养员 这是 对 人问我说 你养动物最大的兴趣点在哪 我就是看他们吃 嗯 嗯 看他们的生活状态 嗯 当这个动物一病了 赶紧叫兽医来 把兽医叫过来 我就走了 嗯 你生活里会害怕那种悲伤的结局吗 会的 嗯 不是 我很害怕 嗯 啊 小的时候 记得 最不爱看电影 嗯 因为什么呢 家里边大人带我去看的第一个电影 就是卖活姑娘 啊 里边有悲惨情景 嗯 那个时候我就蹲在椅子底下不看 嗯 就渗人 就害怕 从那以后就 不进电影 嗯 嗯 生活当中也是 远离 悲伤的事情 嗯 这个我还有办法 这个从心里把它剥离出去 怎么剥离啊 就不想的 就能不想的 能做到 最起码可以做到瞬间不想的 嗯 嗯 就是当这个事没有逼到你眼前的时候 你可以不想的 想过吗 为什么这么害怕这些东西呢 就是心里的那种美 嗯 根深蒂固了 嗯 我觉得是这样啊 就是心里的那种美 就是想象的那种美 根深蒂固了 你可以做不到那种美 但是你可以想得到那种美 嗯 嗯 当你想到的时候你会非常高兴 嗯 嗯 而且很怕那东西破掉 对 很怕这东西破掉 嗯 嗯 那现在那个心里那个世界 最美的场景是什么样子 最美的场景就是给我姨儿放在深山老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种小马叫法拉贝拉 嗯 它的根还是 奢特兰马 嗯 它以前在煤矿 炕道里面 几代见不着阳光 一直到工业革命时期 大量的机器用上以后 嗯 才把它解放 英英国皇室发现它 又把它定为宠物 所以它血统里还带有宠物的 嗯 所以从最悲惨的命运 突然跳到宠物的命运 对 我的身上这么多心理 经历非常丰富 嗯 嗯 比如说您整个90年代 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 你觉得像是迅速的衰落 到后来就甚至没有声音了 变得 嗯 像您师父 像石先生 他会怎么安慰您呢 他经历过这么的一个祈福 咱们的如日中天 然后你这么年轻 就直接进入这么一个时候 他会他会安慰你吗 会怎么 不必 不必 也不会 嗯 嗯 因为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 这个现状 就是这样 嗯 安慰有什么用啊 嗯 安慰你要不接受 白安慰 嗯 啊 你要接受了 那也只是这样 你慢慢你就只能接受 嗯 你有什么可安慰的 都是成年人 嗯 对吗 谁不知道谁啊 嗯 不必 这现状你必须接受 就这样 你着急吗 不着急 慢慢来来 相声的 兴衰荣辱 嗯 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嗯 对吗 他也不欠我的 我也不欠他 对 嗯 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 我们真火了 清晰的感觉 05年的下半年 嗯 在田桥剧场 嗯 演出 三天的演出 我们下午三点多钟 到剧场 晚上七点半开演 三天的时间 接待了七十多家媒体 嗯 那个就开始怀疑 还不能确定 开始怀疑 我们自己说 咱是不是 要火呀 哈哈 这有这么一个感觉 就说 从04年到现在 15年 德云车发展这么快 然后呢 因为所有的组织 都必然有它的复杂性 这任何组织都一样 嗯 人的这些关系 什么之类的 这种特别正常的 您是怎么应对这些事情呢 还说不应对 就是 对 已经制动 嗯 你就别想 这不是你想的事 嗯 而且你想了也没用 嗯 你既不是管理者 嗯 你又不是主导者 你又把控不了人的思想 嗯 那么你说 你让他不闹这矛盾 不可能 嗯 或者你让他这件事情 不发生 不可能 嗯 那么发生了 你就调解不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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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跟着操理心呢 嗯 嗯 你这 我觉得人最大的一个事 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事 你不要管别人 你就我这相声说的怎么样了 你把自己做好了就行 嗯 啊 对 因为您给人的感觉嘛 就是一切 是说云淡风轻 嗯 水到渠成 但人生是没有完全 云淡风轻 水到渠成 对 后面都能带较劲的 这只是个选择 对 因为你承受不住 你的 所谓的名望啊 声誉啊 突然的 到来 嗯 给你的冲击很大 说具体点 是那个时候 想得多 嗯 啊 我呦 我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要怎么样啊 我该怎么样啊 或者我 我应该怎么样 才能不被人说什么呀 嗯 才能保证我这个怎么样 那时候想的多 嗯 嗯 嗯 其实想这些东西 是为了把自己 营造的更好 嗯 嗯 后来想明白了 或者怕失去一些东西 对 这个名声的问题 我就怕他崩塌 嗯 我很怕他崩塌 所以造成我现在 就把我 应该打造的人设 就是我自己 嗯 嗯 这个永远崩塌不了 就城市是最好的方式 对 对 这个永远崩塌不了 嗯 但是即使人生做任何事情 都会有 在城市 都会有非常不舒服的时刻呀 嗯 但是就就像 现在确实在社会上 有很多事情 嗯 嗯 你确实 给你造成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嗯 但是你要确实得容易 嗯 对 但是在部位为你底线的时候 也就罢了 嗯 你可以做一些让步 嗯 你比如说 嗯 微博 嗯 你可以通过微博 感知无数的负能量 嗯 就说 这叫 就咱们老北京说 就是什么人都有 所以这个什么想法也都有 嗯 嗯 他完全就按照他的意想 来形容你 嗯 然后他 想出来你这样 他就开始骂你 就跟你真这样的 是 我就想关闭微博 嗯 但是呢 你又确实微博给你带来很多 在你专业上面的 你的想法 你的输出 你的各方面 包括你的 宣传 什么的 这个咱们开车不公的 人家就要求你这个 造成你不好关 嗯 或者你就下狠心关了 关了呢 就这方面取舍问题 你衡量漫天 得了 受点伤害 受点伤害了 我别关了 就这样 人在这个社会上 无非就是你说说别人 让别人说说你嘛 嗯 也对 也对 对啊 也对 嗯 更何况你在风口浪尖上 你在镜头前面 你在公众视野之内 那么你 你就更是 这所谓叫名利场 是非圈嘛 嗯 对吧 嗯 你有名利场了 你必须要沾这是非圈嘛 对吧 实际上你站在这 你肯定有一半钱 是挨骂的钱 包括上次 咱俩吃羊蝎的时候 聊那个 你说其实你最想的 躲在深山老林里面 自己呆着 嗯 人世间什么事 让你那么烦呢 要躲开 躲那儿去 让我特别烦的 也没有什么 嗯 只不过我追求的 可能是更纯粹 嗯 嗯 不是一个相对纯粹 这可能说的 有点过于的 太那什么了 太鸡汤了 刚才我说了一句什么话 我说这个 有点过分的鸡汤了 觉得就隔阂到了 对 就要说一些哥们的话 嗯 嗯 说一些朋友之间聊的话 嗯 哪怕就 我觉得在这个厂文里 带点脏字啊 或者这都不算过分 嗯 嗯 但是你不是用这话 就不能表达你的想法 对吧 你该表达 你还表达 嗯 还是本真的东西 嗯 你要多露出来一点 嗯 那你要说相对比较的来 来讲 我还是这个社会关系 不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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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可能我能够应付 嗯 但是我还是不太愿意 嗯 染到这里边去 嗯 对 这个行业又是这样 特别复杂 人跟人之间都是 都复杂 对 对 嗯 哎 您对人是怎么判断的 您看 有人通过语言 嗯 有的人通过他的行为 或者他的感受 你就是您对你来说 判断一个人什么方式呢 我是这样 是 我往 完全往好处了 想别人 嗯 如果这个朋友是坑我的 我坑我 我还坑的机会很多 嗯 嗯 他坑我一次还不行 他坑我两次 我就会 远离他 嗯 但是 我刚接触的 这个朋友 我首先认定的 嗯 是他是我朋友 嗯 他一切都是为我好的 嗯 嗯 我可以说 我把所有人都当朋友 哪怕这是一个小偷 他只要不偷我 他就是我朋友 嗯 嗯 嗯 我有酒肉朋友 我觉得酒肉朋友 特别重要 嗯 因为在你有压力的时候 去一帮人 能够陪你喝酒 能够聊天 聊得很畅快 这个是你一个解压 是你一个得到快乐的 一个重要源泉 嗯 相反的 能够给你 人生启发 能够说一句话 让你受用半辈子 嗯 就这种朋友 不会多 嗯 也相对 我觉得不重要 嗯 因为 我用不着他给我启发 我自个儿就启发了 嗯 对吧 而且他给我启发 魏建德能真的启发到我 我也 魏建德能够按照他说这改 嗯 对吧 嗯 就跟 有人说 那个 余老师 您跟郭德纲 你们会互相的沟通啊 互相的 他有什么 你说说他 您有什么 他说说你 我说不会的 嗯 我们互相最多的是 融合和包容 啊 你能不能包容他 他们能不能包容你 嗯 只要能包容了 你们俩就合作的很好 嗯 你说你这点不对 他要不听呢 你们俩 他要听呢 这听与不听 都都 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嗯 对吧 嗯 都是成年人 我的思想就是这样呢 那么合作的基础 你靠说把他调调过来 或者他靠说把我调调过来 都不是什么好方法 嗯 而且也不可能 他不可能 嗯 嗯 而且也不会长久 嗯 对吧 嗯 其实本质上人都是很难改的 对啊 嗯 都特别固执 对 江山一改 秉静难移嘛 嗯 你刚才是九儿朋友嘛 怎么看待这些 友谊呢 就什么样的友谊 让你觉得特别的 珍贵 或者男人之间的友谊 我觉得能够敞开的说话 不担心被误解 被判断 对对对 能包容的包容 不能包容的远离 嗯 或者有时候 这都不牵扯到两个人交朋友 嗯 对吧 嗯 毕竟你媳妇是你媳妇 我媳妇是我媳妇 嗯 对吧 嗯 啊 你爱好瘦的 我喜欢胖的 嗯 这不是不是重要的 嗯 你对一个事情的理解 你可以干这事 你可以不干这事 你不会强迫我干这事 我也不会强迫你干这事 嗯 嗯 这种朋友 嗯 是最重要的 嗯 最可贵的 但是这种朋友 必须要经过时间 嗯 嗯 必定要经过接触的事情 嗯 嗯 啊 想说 以前我不是 我的性格是不求别人 别人求我可以 我不求人家 嗯 我也不给人提出我的想法 你要帮助我一下什么 或者是小的大的都没关系 嗯 不要 我把自己封闭的很紧 后来慢慢改了 嗯 这转变怎么发生了呢 嗯 就是说我发现 当你不求人家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人家真正 能不能接受你 嗯 因为你只有把你自己抛开了 让他看到 嗯 然后或者就 那中间就是通过事嘛 是 是 对吧 嗯 哎 我这个事 嗯 徐老师你得帮我一下 好啊 兄弟也没有问题 嗯 过两天 徐老师说 哎呀兄弟你这事你得帮我一下 嗯 好啊 没有问题 那么中间就试探出来 你的底线在哪 我的底线在哪 你什么事可以干 你什么事不能干 嗯 那么有这个呢 就是互相了解的过程 嗯 你如果没有这个 永远是大爷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都是面上的 是 到最后过事过不了 嗯 嗯 这个准明是什么 大概什么年龄阶段发生的呢 十年之前 嗯 到不了 嗯 六七年之前 五六年之前 慢慢的也是因为 其实也是放松了 某种意义上 嗯 嗯 对 就是说 我为什么不求你 嗯 或者说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剖析给你 嗯 就是因为怕 你看到我的弱点 嗯 或者是你看到我的缺点 嗯 那么 我要不怕这 我彻底放下来 嗯 我就是我 对吧 我有缺点 我不怕你看到 我这缺点也不太致命 要致命我早关起来了 对吧 那么你了解 你了解我的 从事我了解你 嗯 那就挺好 这也是一种自信 这是很大的一个坎啊 这人过着这坎就很舒服很多呀 对